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下午受邀到 東森福人社去做一個課程的分享 就是在講LINE AT的行銷方式 然後講完之後,有Q&A時間 有一個會員、有一個社員、社友 就提一個問題,他說 什麼樣的人適合做這樣子的行銷 做網路行銷,或者是用LINE AT來做行銷 我問他一個問題,我說 請問你銷售的產品對象是人嗎? 第二個問題是 請問對方就是你銷售的客戶 他會用LINE嗎? 如果說對象是個人,那他也使用LINE OK,那這樣子的課程就可以適合你 LINE的行銷工具就適合你 我只碰到一種狀況 就是什麼樣的狀況是他覺得網路行銷對他完全沒有用的 我碰到一種狀況是他 他本身是操作外匯或者是股票投資的這種人 那他跟我說 我根本不需要行銷,因為我沒有東西要販售啊 我沒有東西要賣 我根本不需要做銷售 我只要有滑鼠然後 滑鼠點一點點一點 然後看一下行情有漲他就賺 這種方式,這種方式真的,因為他根本沒有銷售行為 所以他也不需要去,也不需要增援啊 也不需要拉人啊 也不需要賣東西啊 那就只要靠一台電腦就 他玩外匯啊,玩股票啊 他就做投資賺錢 這樣子的沒有銷售行為的 的這個 的這種賺錢的模式 網路行銷對他來講沒有什麼幫助 那如果你銷售的對象是人 然後對方也會使用這些網路工具 那他就適合 你的行業別就適合做網路行銷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就好像你有的人問我說 欸,來吧 Lineat好用嗎 做行銷好用嗎 或者是說Facebook做網路行銷好用嗎 或者是說微信可以做行銷嗎 這個微信好不好用 或者是Line好不好用 這些 我覺得這些都只是網路行銷的工具 就好像你在問我說 來吧 電話好不好用 那 感覺就很像這樣子問的意思 因為 這些都只是溝通的工具 重點不是這個工具 好不好用 而是你怎麼去善用這個工具 你怎麼去善用這個工具 就好像你今天拿起電話來 像 有的人他口才很好 一通電話可以講到讓客戶買單 可是像我就沒有辦法 你叫我去做電話開發我痛苦都要命 叫我去陌生開發拿起電話來打我痛苦都要命 所以你說 電話是不是個好的行銷工具 那要看你講的是什麼樣的話 你怎麼樣跟客戶做應對 所以這是在他的內容 那網路行銷我比較 我比較擅長是因為 叫我打陌生電話對我來說很痛苦 可是 透過網路的方式 我可以傳達訊息給對方的不只是文字 而且 通常 不太會像電話一樣用直接 直接對談的方式 不太會用直接對談的方式 語音的方式 不太會 通常都是要嘛也是只有膽像 譬如說 我錄影片或是錄一段語音然後傳送過去 我不用非常及時的跟客戶對談 面對 那 即時有大部分也只有在一對一聊天 用文字聊天 所以網路行銷其實有很多 空間跟時間讓你去和客戶做應對 然後也有很多時間讓你去慢慢的想文案 然後把你的文案 完整 想的完整 然後修改的完整一點 所以這是網路行銷它最大的好處 還有一個最大好處是它可以散播給很多人 散播給很多人 所以你不要再覺得說這個工具可不可以用這個工具可不可以用 怎麼判斷最簡單 怎麼判斷最簡單 就是 你的潛在客戶群他們用的 系統 他們用的工具是什麼 那你就要朝那個方向去著手去學習 譬如說現在LINE在台灣有1700萬人在使用 那我們當然要學LINE AT 因為你可以 大量的群發給你的粉絲 而且這是 許可視的行銷 他們主動訂閱 然後你才發給對方 這個叫許可視行銷 而不是我今天 拿著那個買那個LINE的那個大量發送軟體 然後一對一一直發一直發一直猛發 這種就是跟垃圾郵件一樣 很垃圾 所以你不要用那種方式去猛發 因為那種 會 會斷送掉你以後的商業 形象 形象會受到嚴重的損害 那我們用LINE AT就不是 LINE AT是 收集粉絲 然後讓那些對你有興趣的人成為你的粉絲 你才 大量的對他們發送訊息 而且這些訊息是有階段性的 每一個階段發送出去的訊息 其實你都要去想怎麼樣去塑造你的價值 而不是每次發送的都是促銷促銷又促銷 這樣的方法是 不太高明的啦 我們發送出去的訊息一定是要讓他覺得 你專業 你很專業 你真的很專業 你要有這種感覺 讓客戶有這種感覺 你真的很專業 你最後才去 慢慢的去做 你的商品的促銷 不要一開始就一直促銷 一直促銷 在客戶還沒有完全認識你 不能完全信任你 不能感受到你的專業之前 也就是你的價值還沒有 被塑造起來之前 你就開始一直去狂賣東西 那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 所以並不是說 什麼工具最有效 什麼工具沒有用 其實不是 而是你在跟客戶傳達溝通的訊息 到底有沒有做好 什麼叫做好 譬如說你今天要呈現專業 可是 透過網路 你可以用什麼方式去呈現專業 你可不可以錄一段 跟你的商品相關的影片 你可不可以 把你的商品照片拍好看一點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商品的使用模式 做一段影片360度旋轉 讓人家徹底的了解你這個產品到底怎麼使用 像很多人很喜歡看開箱文 為什麼 因為 你還沒有買東西之前 已經有人先買了 他開箱文就是他從頭到尾把箱子打開 然後一樣一樣拿起來告訴你這個東西是什麼 東西有哪些配件 然後東西怎麼使用 那你看了開箱文之後 你就很具體嘛 這樣OK 我想買 我想買這個東西 因為你看完了開箱文了 其實我覺得 開箱文不應該讓客戶來做 應該是你廠商自己就應該先做好 你不要 包裝得漂漂亮亮的然後就要拿去賣 那包裝漂漂亮亮的當然是OK 可是那個是在DM上面 但是如果你有一段影片呢 就是在 還沒賣出去之前 在你自己的官方網站就已經有一個 一段影片 自己做的開箱文 這個才是高招啊 在你東西還沒有 賣出去之前就已經讓客戶完整的了解 你不要再弄那個 一大本說明書 那個我連看都不會看 我根本懶得看說明書我每次東西買回來 尤其是3C商品 我買回來之後我就開始自己亂玩亂操作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做的不夠簡單 那就很麻煩 因為沒有人想要看說明書啊 誰那麼閒 但是如果說你在賣之前 你就有一段開箱文 然後 箱子打開 我看國外很多啊 但是台灣很少 奇怪 那你開箱文打開之後 你產品直接拿出來 展示一下 這個東西怎麼使用 這怎麼使用 怎麼使用 人家還沒買之前就已經完整的了解 裡面包裝到底有哪些東西 有哪些配件 那這樣子東西不是很好賣嗎 所以 網路工具 網路工具它只是一種跟人溝通的工具 你只要確認好你的銷售對象 他們會用這個工具 那你就去學這個工具 跟他們互相 互相溝通就可以了 至於 溝通的內容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要有圖片輔助 要有影片輔助 可以跟它文字輔助 可以讓你的商品 或是你的服務 更具體 更具體的 讓客戶還沒有買之前 就已經完整了解 他到底買的是什麼東西 那這樣子的行銷 就會非常的成功 然後